今年新北市推出的逐年提灯 每个区公所在上星期五开始进行发放 淡水区长更在晚上开放民众领取的时候 亲自发给每一位来领取的淡水市民 而在发放之前就许多人来排队 明天就是俗称小过年的元宵节 今年新北市推出的逐年提灯 每个区公所在上星期五也开始进行发放活动 淡水区更在晚上开放民众领取时 在淡水市民联合服务中心一楼大厅 亲自发给每一位来领取的淡水市民 在发放前就有许多人来排队 区长说今年的猪年提灯相当可爱 希望借此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元宵节快到了 我们新北市政府很贴心设计的 一事两用的灯笼 一边是掌上明珠是女孩子 一边是后迪卡是男孩子 那男生就可以折男孩子这边 女生就折女孩子这边 那我们今天在我们淡水公所行政大楼 这边还有三个点来发放 区长表示今年的两款造型提灯 分别是红色的掌上明珠和黄色的后迪卡 而且都是采两面不同造型的方式制作 让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猪年提灯 来动手DIY 淡水区预计有三千多个灯笼发放 看到非常多的民众踊跃的来索取 我们非常高兴 当然这个灯笼很有趣 那不只折好以后 它还可以 这个灯笼还有戴眼镜 戴墨镜非常有趣 那小孩子非常喜欢 那同时也要宣导一下 就是民众的灯笼玩完之后 电池要回收 因为来避免这造成环境的污染 所以我们新北市政府现在就特别鼓励 民众在索取这个灯笼在使用之后 不完了之后 这个灯笼的电池要回收 来避免造成环境的污染 淡水区长表示 今年的提灯不仅是可以用手把 也可以像布袋戏偶一样 套在手上来操控 而另外小提灯可以加装轮轴 搭配橡皮筋 象征诸年好运财运滚滚来 而小提灯上面的春联 也能够由民众来自由发挥 创意十足 而今年淡水有三千多个提灯 当天发放民众也大牌长龙 相当受到欢迎 记者许段应该去采访报道